來 因為要先打預防燈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首先要先問一下各位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Motion Graphic 這個部分所謂動畫 要做成影片嘛 對不對 你要先對影片有一些認識 所以我們來這邊先 考考各位第一題 這個 YouTube也好 或者不管你看哪一家的 你一定會看過這個東西 點進去 重點在這裡 這個 你們都有看過這個對不對 請問這是影片的 寬度 還是高度 還是你覺得另有引擎 好 如果你 回答完了之後 請點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提交結果 這樣我就知道各位 對這個有沒有Sense 這樣OK 這是第一題 第二個 對 OneNote的操作你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可以直接跳其他任務的那個 內容 就是應該說同一個任務的其他內容 那 第二個呢 第二個 這邊是格式的部分 格式的一些影音格 應該說圖檔格式的部分 來 問一下各位 有聽過啾啾寫嗎 只有年輕人會點頭 因為這是 這個叫做YouTuber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 以 網紅啦 我們講說網紅 這樣可能就更容易理解 那 啾啾寫在台中 在台中 住在台中 那 他呢 這個是屬於比較科普類的 也就是現在其實大家看YouTuber很多是用在學習上 所以對於這種 做所謂的內容的部分 那就會 要求越來越多 而不是只有看 那種直播有沒有 看那些美女 看美女不是不好 只是說要有內容的 那 這裡呢他有介紹 JPEG啦 GIF啦 這些圖檔的格式 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你就知道說他們的運作原理 跟什麼 圖檔有什麼樣的限制 那他沒有講的 像PNG跟SPG 這個是目前網路上很重要的點證圖跟向量圖 各位向下面這裡 SPG 這個是什麼 標準的 你們都知道Flash 對不對 應該也知道Flash現在不行了 對不對 現在很麻煩要撞到Flash Play 看網站還得啟動Flash 反正他就是需要他淘汰就對了 所以 用逼宮的嘛 OK那不管他 可是呢他的後繼的 使用者 我們現在看到PNG跟SPG 就是現在網頁標準 HTML5 上面的什麼 標準的 點證圖跟向量圖 那為什麼PNG重要是因為 PNG他可以帶透明度 有沒有聽過去背這個名詞 對岸稱作call2 沒有辦法現在 會有兩岸的同學所以我們盡量 兩個都要講 好 那這個呢格式對我們在後續製作 這個動畫很有 需要 因為你都不會 你只會用這兩種 你就是沒有去背的圖 就是一整張進去效果就比較差 好那你可以選擇 TNG說SPG 那如果是SPG當然因為他是向量就可以放大縮小不時針 這樣OK嗎 可以齁 那待會呢 你這一題考完了 你再看看下面 這裡還有不一樣 我們剛剛在看那一題的時候這裡啊 這個 各位請問有沒有比720再上去的 有對不對 因為再上去就是1080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特別給你看一下 1080還有分 1080P 1080I 剛好啾啾血有講 所以我就把它 拿來給你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因為 品質真的不一樣 好雖然只差一個 但差一點點就不一樣 知道OK嗎 所以這幾個 你可以先稍微簡單 影片就不用花太多時間看了喔 你就大概 反正現在你應該都是跳跳跳跳跳嘛 你們有那麼認真從頭看到完嗎 沒有關係你就稍微給各位兩 兩分鐘左右 你把這個這一題先解決一下 好不好